海贤老和尚的榜样 尊敬的我们明明居士慈悲 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慈悲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一次我们非常的欢喜 有这个殊胜的姻缘 跟大家在一起 我们共修念佛 一起来讨论佛法 修学的理论方法 那么我们感到 非常的发喜 非常的殊胜 那么尤其我们这一次 连续五天 今天是第五天 那么这个整个课程 非常的顺利 那么也非常的感恩 我们所有的副法 干部来照顾我们 以及诸位同修 踊跃的参与 让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活动 非常的殊胜 非常的圆满 那么 首先呢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 来说明 就是我们这一次 选的这个题目 是对我们修学 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师父 静空老和尚 在讲经里面 就常常的提起 海贤老和尚 给我们修学 启发的这些 表法 给我们带来的 修习的榜样 我们要 好好的来学习 而且还教我们 每天 要读商店 看商店 看这个海贤老和尚的 这个光点 或者这个书 然后念一万生火号 所以这是我们师父 在最近这段时间 给我们提出一个 新的功课 所以 在这个海贤老和尚的 这个表法当中 的确给我们带来了 修学的一个真正的方向 真正的目标 那么 尤其 这个海贤老和尚 我们看到他 念佛 念了92年 他20岁 出家以后 那么他的师父 就叫他 念这句 阿弥陀佛的名号 他什么也没有教 就只教念佛 那么他也不认识字 所以很老实 很听话 老师教他 念佛 他就老老实实的念 92年 都没有拐弯 我们今天讲叫做 末幻题目 他没有幻题目 就是一直念下去 所以你看 这个恒心 这个耐心 这个意义 是值得我们来学习 因为我们有很多人 好像念佛念久了 感觉到好像 没有感应 没有什么神头出现 就想要换换题目 结果 一换再换换到最后是一事无成 人家老佛上坚持一句佛号 念了92年 人家最后念成功 这个成功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灵心界限 虽然他没有讲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师父听得出来 因为 人家问老和尚 老和尚讲一句话 他说他什么都知道 但是不能说 因为他的师父告诉他 以后 你修学成就了 不可以乱说 不能说 所以你看 他的这个听话 老实 真干 你看 兼职到 所以虽然他成就了 他什么都知道 可是他都没有说 这是真的 所以这个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 他证得了第一心不来 也就是明星界限 那么我们师父讲 他估计 他这个念到你一心不乱的功夫 应该在四十岁左右 那换句话说 他活到九十 这个一百一十二岁 其实这个都是 他命里面没有 这是他这一生修改 所以你看 活到一百一十二岁 真的 常令百岁 这个修行 这个改造命运是真的 那么我们师父呢 他后面也推测了 他说他达到四一心不乱 应该在三十多岁左右 那功夫成片就更早了 大概念佛 念了三四年 就差不多功夫成片了 所以连教练早就成就 那么后面多活了这么多年 其实他是有任务 也就是阿弥陀佛 祖呼他 给他任务 给他在这个世间 做表法 给我们做榜样 这个表法是什么呢 表法就是给我们做 佛弟子们的修行的好榜样 因为他自己说了 他很想要早一点去其他世界 可是阿弥陀佛还不带他去 他一直跟阿弥陀佛说他要去 阿弥陀佛还不带他去 他问阿弥陀佛为什么 阿弥陀佛说 希望他留在这个世间 给人家做榜样 因为这个世间像他这样的榜样太少了 所以要他留着 给我们大家作为修净土的最好的榜样 但是你看他最后一个表法 最后一个表法很重要 这个表法一表出来 阿弥陀佛就接他几几个世间 表示他在这个世间功德圆满了 什么表法呢 就是他遇到的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若要活化心 唯有生战胜 我相信我们道场应该有这本书 这个书是中国有一位很年轻的法师 叫做宏林法师 那么他们把这个有关 对这个魏金本推崇赞叹的文章 这些高僧大德 把他们所讲的内容 通通集合在这本书里面 让我们对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 能够产生信息 所以这本书很重要 那么这本书呢 其实啊 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就是他有这个信仰 把这个书带来这个道场 要计约 然后呢 老和尚就问他 你们带什么书来啊 大家就跟他讲 说这个书叫做若要活化心 唯有生战胜 结果呢 他一听到这个书名啊 非常反省 这个书都还没有看是什么 只听到书名而已喔 哇他就很高兴 然后呢 就马上喔 进去啊 房间里面赶快 穿袍大衣 好像呢 他呢 期望 在期待这个宝贝啊 期待已久了 今天便他呢 听到 这个宝贝已经出现了 哇非常反省 马上穿袍大衣 就当那个25条衣啊 你看那个我们照片上 这个老和尚穿这件衣服 拿了这本书 照了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我们呢 应该都看过 然后呢 拿了这本书以后 请人家呢 替他照一张照片 所以老和尚呢 一生喔 这一辈子 从来都没有主动啊 叫人家给他照相 啊 通常他照相是人家 请老和尚一起合照 啊 都是人家请请的 他不会主动 啊 啊 所以呢 这个主动要求照相 这个意义就很深 啊 啊 结果照了这张照片以后 三天 三天喔 他就走 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啊 老和尚啊 这一生 最后一次的表法 啊 那表这个法呢 非常的圆满 啊 啊 你看呢 这个就是我们 对净土念佛法 呢 对无量寿经的一个 最重要的 一个肯定 啊 啊 因为无量寿经啊 啊 有很多啊 这个障碍的 毁谤的 啊 这样的一个 啊 情况 啊 也就是啊 很多人啊 啊 啊 就提出很多疑问了 啊 说这个无量寿经这本 汇集本 有问题 啊 所以有的人就退失信心 啊 啊 其实呢 这个无量寿经呢 啊 我们现在的这个汇集本 是下延居老去使汇集的 可以说是 无量寿经 自古以来 这个汇集本里面啊 最好的版本 啊 啊 这个叫做善本 啊 这个你可以去理教 啊 所以很多事情啊 啊 不能用听人家讲的 要自己去做 啊 研究 自己啊 去谈讨 去比较 你才会了解 啊 啊 所以这一点呢 非常非常重要 啊 现在透过 海贤老和尚 来给我们表这个法 给我们做这个证明 啊 我们的信心呢 就坚定了 啊 啊 那么最后呢 老和尚三天以后 他就往生 啊 往生的时候 啊 那一天 白天还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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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呢 晚上就走了 啊 所以他白天都没有休息 啊 可以说老和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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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菜園裡面 浇水啦 整地啦 拔草啦 種菜啦 種糧食啦 你看看 種完了 回去啦 就做晚課 做晚課就休息 休息好了 三點鐘又起床 又開始念佛 然後呢 白天做工 那一生啦 你看這個生活 就這麼簡單 所以 你看 活一天 就做一天 做到最後一天 到了這個黃昏的時候 人家看到 老和尚還在工作 人家就說 老和尚啊 你不要再做啦 天都按啦 他說呢 快啦 我快做晚啦 做完我就不做啦 大家不知道 這一句話是一個雙關語 做完了就不做啦 晚上就走了 就到極樂世界了 就往生了 所以你看看 後來大家才想到 老和尚的話 是話中有話 我們一般人初心大意 都聽不出來 也就是呢 他就透露出 他要往生的消息 所以 他晚上 也不需要人家註念 自己念佛 自己拿眼鏡 就往生了 他平常啊 每天念佛是不敲眼鏡的 結果他要往生的時候 那天晚上特別敲眼鏡 也就是 自己給自己註念 不用靠別人註念 所以你看看 非常自在 然後呢 他燈也沒有關 一般他會關燈 晚上睡覺關燈 他沒有關燈 所以 非常的自在 非常的隨意 說走就走 所以 老和尚 真的 我們今天 看到 他雖然已經 明心見心了 但是他沒有講 他不敢講 這個明心見心這種話 所以 他說 他不能說 這個 不可以隨便說 一覺共醒 他的老師叫他怎麼做 他就怎麼做 所以 這是我們一個 修學的 最好的 模範 那麼 今天呢 講到 老和尚的這個模範 最重要的 就是給我們 修行的 一個很重要的 提示 就是我們今天 如果有真正的功夫 也不可以隨便表現出來 很多人 得到一點相應 好像比較親近 哇 他就說 他已經開悟了 他已經一心不亂了 倒了半天都不是 那這個會有什麼 罪過呢 這個叫做大妄語 這個妄語 這個罪很重 尤其這個大妄語 這個叫做 衛正衛正 沒有正果 說自己正果 沒有功夫 說自己有功夫 正不得了 這個將來 要度地獄 所以我在這個經上講到 大妄語罪 特別嚴重 所以呢 你看看 這個老和尚 人家這一條做得很好 就像我們 淨土中 第一代的祖師 慧遠大師 慧遠大師 他一生啊 他修學得很好 然後呢 他有一百二十三個人 他們組成一個聯聖 這個聯聖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就像這個 我們的靜宗學會一樣 我們現在的名詞叫做靜宗學會 古代就叫聯聖 其實就是共修一起念佛的這個道場 那麼在第一個 我們中國的這個共修的念佛道場是誰呢 就是東移念佛塔 就是慧遠大師 他所創辦 總共有一百二十三個人 結果這一百三二十三個人呢 每一個都成就 所以這個共修的力量很大 每一個在這裡共修的人啊 各個都往生 結果呢 這個慧遠大師要往生的時候 那麼他呢 就跟大家講 他說 他看到西方極樂世界的 殊勝的莊嚴 阿彌陀佛跟這個諸善善人 都來迎接他 他講啊 這個莊嚴 這個內向 他已經看了三次 今天是第四次 你看看 一生呢 看這麼多次 他都沒有講 最後要走的時候才講出來 而且他還講 而且他還講 那個裡面啊 跟著阿彌陀佛一起來的 還有誰啊 他都把名字講出來 有居士 有出家的 有在家的 他都依一點點 都是他這個顏色裡面 念佛往生的 你看呢 有游移民啊 這是居士 還有佛陀顏色啊 這是出家裡 他都看得出來 所以這些人 以前都是風山道友 一起念佛的 他們後來都往生極樂世界啊 比慧眼大師還早往生 結果慧眼大師要往生的時候 他們都來 一起來 跟阿彌陀佛 來迎接慧眼大師 所以我們大家 一定要好好發心 我們將來啊 先往生的 先到極樂世界去的 將來一定要跟著阿彌陀佛一起來 迎接我們同修 我們大家 一個一個都把他接會 接到極樂世界去 真的 要同生極樂夢 一起圓滿成功 這個是事實真心 所以可見 這個世間啊 真的什麼都是假的 什麼都不要放在心上 尤其啊 我們這兩天呢 我們有很多同修 問很多問題 我就想到有一個問題 很可愛 我們這個同修 提出這個問題啊 很好玩 他這個問題呢 他說啊 他說這個請示法師一個問題 他法師說這個學果就是學開心 他開開心心的 可是呢 生活本來就不是 本來不就是由喜怒哀樂組成的嗎 沒有經歷過這個喜怒哀樂 好像經過這個人生這個過程 還叫什麼精彩呢 好像經過這些酸品苦辣 喜怒哀樂 人生才比較精彩 好像講的很有道理 這個 這個講法呢 我就想到 這個佛經上 我曾經啊 有一個比喻 這個比喻是什麼呢 它比喻啊 叫做四種碼的比喻 這個這個 四種碼就是呢 佛說啊 這四教母理佛所講的一個比喻啊 比喻啊 是我們呢 要提高警覺 你在這個世間 這個世間叫捕捉惡事 其實啊 這個世間啊 是充滿了種種的苦難 你講說有喜怒哀樂啊 到最後嘛 佛道告訴你 這個世間喜怒哀樂 最後歸井是只有一個苦 人是知苦的 人是知苦的 然後到時候說 空的 告訴你 人是知空的 什麼都帶不走嘛 空的 是無常的 最後告訴你 無我 無我是什麼 不能做主在哪 所以你想的 那天天在打妄想 你不能做主 最簡單的就是 你想要年年十八歲 你根本就做不到 對不對 你看很多人都想要 用什麼辦法 讓年輕啊 這個體力啊 身體啊 都能夠保持很好 不可能啊 這是不可能的 苦亨無常無我 我告訴你 最後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喜怒哀樂 到最後都是苦 什麼那個喜啊 那個喜不是真的喜 那個是暫時的 什麼樂 那個樂啊 根本不是樂 最後也是苦 講一句 更白一點的 我們世間人 所感的那個樂 那個樂是什麼 叫做